大家好我是DK 歡迎收看DK全腦交易 一同前進標股基地 好今天標股很標 紅海台積電贏美國大選 紅准創新由上銀政達全球傳動 紅准加57% 你不要開玩笑 就是50%到62% 你在理財周看三家公司 如果有看到有老師聊紅准 你一定要記得問他買多少錢 你的會員不要幫我抬轎 直接來加入我會員就好 沒有什麼共襄盛舉沒有這回事 你趕快分辨老師好不好 你看看那個紅准多少錢就叫你買 報到現在 不要後見之名不要馬後炮 月程50%一樣大銀威系統更是 什麼一堆複製大銀威系統 複製大銀威就就我我講 還一堆複製大銀威系統 大銀威系統今天還在噴啊 需要複製嗎 我還有耶 還在裡面啊 講這個怎麼那麼激動 當然激動啊 DK交易的格調很清楚 風格很明顯 我不喜歡大家不做功課 事實上 大家都可以買好不好 股票就是這樣 我這節目效果你不要真的當真 好不好往下看 來 這個昨天那個 美國大選 對嗎 昨天有說美國大選 我看昨天晚上還有耶 好好好時間過了 沒關係 我的10檔股票昨天下午已經備好 準備要明天下午公佈以後 發送給大家各位享用 好不好 這個 至於是不是飽呢 我覺得1800檔股票濃縮濃縮濃縮再濃縮 我加上我既有新舊股票 我訊息有寫 那新舊股票讓我擺一下 好不好 我 我就 我就有股票 很強的我也擺進來 讓你知道我框住了哪些 又幫大家過濾掉哪些 這才是重點 這個 早上這個連線啊 中午連線 這個我有講啊 美國大選誰當選 對你來講重要嗎 不要有政治立場跟意識形態 這個社會充斥太多 尤其是這幾年 我沒有政治立場 但是我覺得 我不太喜歡人家在公共場合表達你的政治立場 好像另外一邊都跟你站一樣一樣 贊同邊一樣 誰說的 你要有一點智慧 避開這些敏感話題是做人最基本的尊重 我天啊 DK你這個是財經節目嗎 是 是財經節目 但是我還是要在那邊 你不要把那些框進來到你的交易裡面 你支持誰那是你心裡的事情不用講出來 我們只管賺錢 市場聲音是誰當選都延續多頭繼續漲 DK也這樣解讀 但萬一不是 來右下角 操作觀念沒有那麼膚淺 我想的是全面下跌 我不管誰當選先拉後殺 還是先殺後拉再殺 你都要模擬 我都有 那要做什麼 對了沒有哪天是不一樣的 我這樣會不會精神出來 沒有 有時候我都笑了 神經病有時候不是我 大家有時候說我怎麼有辦法做到像機器人這樣 賣掉還可以買回來 然後一口氣出去 是我是可以 我跟機器人我沒有感情 但是 真的神經病不是我 我看到一堆人下跌的時候 我都趕快 有時候都 停損 技力操作就是要剁掉 不能熬 我看到一堆人熬下去 我真的很想說神經病到底是誰 好像不是我 多數人都是套牢 凹下去 然後等解到 你去問問看 你或你周遭是不是 還是你父母 這個留給大家思考 我不是神經病 我有一點點反社會的 事實上我不是 為什麼 我知道我有 我就不會這樣講 我一定沒有 只是我知道 我有點這樣思考 為什麼 大家猜 大家猜川普當選是不是 我猜賀錦麗當選 但是我沒有政治立場 川普當選也可以 來在右邊的黑K 給大家思考一下 台積電 我永遠都在等 沒有哪天不一樣 8月5號 9月4號 就是因為我都認為一樣 我的選擇權 避險單才可以平到2400點 我再講一次 我不講你 忘記破我自己記錄 之前1000點已經不得了了 我居然那天可以平2400點以上 還不只一口 聽得懂就聽得懂 往下看 來 找第一個老師 那個紅準 有沒有 來大家盡量幫我 你蹭我的物件是嗎 我蹭你的觀看次數跟點閱率 我盡量蹭 大家盡量去檢查檢閱 我們看看誰有辦法在第一個5月份 就突然跟你聊到現在還抱的不離譜去 尤其大銀圍系統 所以67 69一直跟你講 在那附近 還有人用基本面跟我看 還有人覺得說大銀圍走完了 我們來複製第二 幹嘛複製第二 不用啊 不用複製第二 他還在裡面 他再創高給你看 我在這邊我正期望值 我就是這樣看待 你不要掉單 你不要掉單 你還在場位看 你來看一下 哇賽這個標股基地今天噴出去 對是有很多回檔以後再拉 但是回檔以後再拉有沒有表現強勢 有啊 是不是這個完了還要再拉 這個你就要追追蹤觀察 我這邊寫標股今天迎風沉壓還沒有結束 沒有結束啊 明天不是才要公佈結果嗎 這個上下騎過震盪很大 你不要意外 尤其這安全帶系好 我已經跟你提點很多次 為什麼 台積電在一千塊 美國大選又一堆雜音在外面 這上下兩百四百 沒有什麼 上下刷席 我在這邊DK就講一個我的交易風格 你有七八百點在叫我好不好 不然請你不要自己嚇自己 你要有一樣跟我的心臟在場內 因為個股是輪來輪去不是全面黑 全面黑很明顯我們一起逃命好不好 第一天就全砍你放心啊不過10%嘛 你講的怎麼那麼游刃有約 真的是這樣耶 真的是這樣耶 真的是這樣 很明顯啊 你要從頭盯到尾要看一下他背後的力道 好不好 你還在場外你要去也沒過還沒選完 今天怎麼那麼多股票 衝出去 這就是我連線有講啊 根本就沒有離場啊 主力根本就在場內啊 一堆我們講的俗稱的散戶 不是調侃 我再講一次 還有所謂的忠實戶一些 我們國內自己的人 他就沒有信心 我們損失規避 我們反正做股票只能贏不能輸 所以我們先出來 你確定選完以後竟然你就會贏 這句話怎麼好像也沒講錯 對啊 注入邏輯 這種走勢是甩不掉我的 全球傳動 一切來自於規劃跟容錯範圍 你看到我藍色規劃線 在這上下震盪 我讓你甩你都甩不掉 你甩不掉 我知道那拉很高又很深 但是你要破到年線跟月線之間 我都叫你要做規劃 這個成本在那邊牢牢的 才有辦法報單 這是邏輯 不是因為我買高 買高我也抱不住 偏偏我不買高 什麼股票都一樣 給你參考 來2354洪準 今天有18萬張 這是週限圖 創高到早上最高90塊10 我說洪準我包了啦 我包了 洪家軍我包掉一大半三分之二 那跟我講什麼後面跟上來的 又抄來抄去的什麼 什麼英雄鎖券略騰 我不吃那套 我就趁你的點閱書跟觀看書 你的會員不要來幫我抬轎 直接加入我 我抱你下一檔 我們一起戰鬥 比較快 換頻道比較快 如果你是主力 我會殺到你掉單 追上去你要確定 誰叫你洪準我追的 今天最高90塊是 創高爆量就往下殺 我看戲 會員成本多少 你要我量coaching還是對賬單 你要我量 大家來比來量 要不要 你敢講的一起量 這樣講還 不夠強 不夠強烈 我眼睛在看 雖然我不是老闆 老闆也在看 好不好 賺錢很重要啊 我們想要做第一部 不要這樣 大家 很可愛啊 節目效果 對 節目效果 不然我又沒有啦啦隊 沒短裙 我就是要這樣演 撒狗血跟演一句句一樣 來2049上癮 就這樣 我今天不錯 拉的蠻高的 很磨 很練 但是用你的眼睛看過去 請問他是有長很多是不是 那如果沒有你要做什麼 我就想要這樣 不許逃避 不許逃避 這個計畫不錯 千里馬計畫 真的啊 真的有對不對 那個最後那個大英偉那個啊 慢慢我要把它拿掉 要變紅轉 我等到沒有人在講大英偉的時候 我就放紅轉上去 然後那個陽城正打 我再放下一批的 正在跑 跑很多了 很期待 你等待 趕快加入啦好不好 在他們右邊 掃一下 掃一下 我的節目是可以 有教學性質在裡面 尤其心法 來 千里馬 DK 交易 投資數 買在未知 賣在已知 報酬率大於風險值 購築零成本 互成河 五星泰兩 資助 五步驟 這購築零成本 互成河 很重要 這前面有跟你聊過 交易裡沒有怕 這我以前在當音樂員 我就跟 我的 周遭講 交易裡沒有怕 可是我好怕好怕 那你就不適合碰股票 不然你就加入我的軍團來找我 如果你覺得對於這種公司 買ETF就不怕 你確定 你買那個好 好貴 賺了股息 賠了價差 在高檔 你又買了一堆就不怕 就開始存 開始存 從高檔開始存 你不知道基金的本質是要從低檔下跌到不行 才開始分批存 而且不能停嗎 像那個00679B元大美在原生的20年 你看 不小心又講出來一個不錯的東西 聽說配息率創新高 你再買衍生 我叫你不要碰正兩倍 跟反向那個不會配息 這個我可以講好久 我在投資觀念很多人他搞不清楚 被一些網紅還有一些風氣帶壞 我認真的 甚至一些 不認真的分析師 好不好 你看我 我很認真 我可以賺錢 就是因為我可以找到很多貨 閃跌就是閃漲 不要想抓轉折 你會抓到蛇 我好多經典名言 閃跌就閃漲 對啊 你腦袋都是想閃跌 你都不知道你會閃到漲 我們明天看看後面會怎樣 大跌你放心DK有避險 大跌我跑第一個 好像我們不會控制單位數不懂得賣 好像我們不知道什麼情形在場內 怎麼會是這樣呢 你知道外資他們做的八面手法有幾套避險嗎 他們的貨超多的 因為他台積電賣幾年都賣不完 要殺他第一個受傷 他圈子股超多 好嗎 不是大家想的那樣子 傑西里佛摩 我放本書 我這本我沒有啦 我放本書大家好像比較記得 知道他 成功的教育者必須違逆恐懼 以希望的本能 如果有巨額獲利 將其中50%利潤落貸為安 這個跟那個購築零成本互成和 前後呼應一致 就是這個道理 當你 當你一個東西賺到有1 2分之1的時候 你獲利落貸以後 你知道原先那個成本降低多少嗎 你就可以把那個爆出去 就會有現在的什麼 四星KY 力旺大力廣 我說多年前如果你有做這件事 貨就懂的話 你不懂現在趕快學 這是真理 好這個 這個做股了 但是我告訴你 你這件事情是真的 包括現在的我也會這樣做 你不要管是不是靈骨還是什麼 留下你舒服的單位 讓他繼續飄 這成功的教育者必須違逆恐懼 以希望的本能 就是要控制你的貪婪與恐懼 你的希望不來自吃心妄想 正希望之 但是都保有防禦 如履薄冰的交易態度 這才是真話 不是拿幾份報告或看幾條線 看幾個分點進出的籌碼 你跟著做就會賺 基本上這一圈我全部走過 你如果不跳出來 不了解你自己的大腦跟神經 影響你整個操作 你是不會賺錢的 喜歡DK的節目 明天結算 下午準備發飆股詞 準時收看 掰掰 本公司以往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就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中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真的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